群馬 芹花 我不是憑我 憑我 我現在往往這麼沒有路由 我才想說 好 我不相信說 那我 我不就創造一片天 43年來 陳彩鳳只做過一件事 就是賣米糕 只不過以前她為別人賣 現在為自己 所以更要全力付 要一百多 他真的没办法专心跟我们说话 因为一个人的厨房 要忙的实在好多 待会儿拌米糕要用的猪油得先加热 小道当作配料的蒜泥 甚至免费提供的柴鱼汤 所有店里要用的食材 他通通自己做 这就是炸鱼 它是不剥的 我把它剥片 它不是很好的吗 怕好的不好 怕好的人都抽筋了 你如果要用多少 你就一个礼拜 你只要烹两天而已就好了 不可以说 你今天要烹的都放很久 那不行啦 你平时也会过来对 别人用给你 你会放心 你懒冬懒写 你才知道 来 这不 差嘛 自己吹没对 突来的状况 陈彩凤不得不停下手边所有工作 先打电话找人支援 距离开店还有一个小时 他得赶快补救 你把它打开 遇到问题就面对解决 陈彩凤说的 其实也是他自己的人生 他22岁嫁进台中米糕名店 到离婚前 少奶奶的生活就是每天四点起床 跟着前夫和婆婆备料卖米糕 我没有说我这么大声 我没有说 青生死亿这样 你自己别人也听不懂 这旁边这样想下去 人家来吃 会感觉不好看 你也要注意一下 逗留在虎杀杀 这样会看起来 婆婆要求虽然多 但做吃的本来就要注意食品卫生 个性单纯的她也很认分 服务家的要求照单全收 尽心尽力 好 重要 当然是 这是在泡去米糕 在炒头 我的重心就是卖米糕 配我婆婆散步 晚上回来 就是孩子好好回来 吃饭饭 就是特色 特色我就背在旁边 我几乎每天都这样子 我没有朋友 有一个米糕大 家庭也没回去 我们以前说 我们回去 说我们提前回去 就家庭吃饭 看我没去 就别回去 那时候回家都完结 那时候的她以为 牺牲自己 就会有美满家庭 没想到最后 却换来的是 先生外遇背叛 她就说 她要交我离婚 我跟我们婆婆说 她说要离婚 我说好啊 我说我婆婆 我母亲 你答应我 说你要离婚 给你离 你不要再离开 你还在那儿做 她也不至于这样 可是我都听她的话 都听她三十几年了 三十几年了 你懂得 你也是 老后来你说话 我都没问题 可能是个性浩强 她不敢让娘家知道 默默忍受这不公平的一切 直到原嫁国外的女儿 看不下去 劝她创业 我跟我们女儿说 我婆婆 我要这样 我问妈妈 你那么喜欢卖米糕 你就去卖米糕 你干嘛 还在那边做 然后一被人家骂 所以离婚一年后 她搬出前夫家 自己找了店面 继续卖米糕 口味是延续婆婆的手艺 只用猪油和油葱酥拌匀 吃的是食材原味 但刚创业时 可不像现在 六点店门一开 就有客人来报到 离婚的郁闷 加上开店压力 让她的健康出了状况 就比较累 而且小脸 什么都看着 都没摸到碰碰 我就去 差不多开店了 就开始去用检查 就说这大脸长结结 你这两个月就 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 因为可能压力什么都 同时压过来的 还累积了两年的 凝聚 还很不甘愿的 原本以为只是甲状腺结结 开刀后确认是肿瘤 却反倒让她看开了人生 没死了 已经打不死了 已经摸得太大 都没问题了 你担拔了 又开刀了 以前说 你觉得只有这个地方而已 其他都没有问题了 我就好 这样好 你的观念要改 自己就自己 没办法这么说 出院后 靠她改变消极的态度 努力振作 采访这天 趁着空档 陈采凤带我们看柴鱼片的 制作过程 报完之后 她习惯性的立刻收拾整理 这是多年来 在婆婆身边学到的 注重这个外表 外表 还有品质 家庭 营营的表都要穿的 我们当时 我们的店里面 很清晰 天下没有白出的宴席 我一个厂家的小孩 我现在习惯家来买美国 30年 离婚 我都买美国 所以 你要想 要感恩我们公公婆婆 去30年 一直给我教 一直给我教 比我爸爸妈妈 教他多 教我怎么找美国 怎么买美国 怎么做生理 怎么应付我们那些人 我转个人 我用感恩的心 我都想说 30年的青春 我也是白港区 他相信 只要手艺在 就不怕没客人 所以主动出击 到公园 发明片 替自己宣传 阿桑 我这里不买美国 你来吃看看 那有什么 你为了 为了要 店很厚 起来 这面子算什么 这放尼婚 放尼婚 还在顾这个民主 对吗 人们看一看 也没来给你吃 来给你饭 也没来给你吃 我才知道 我婆婆 因为她的坚持 遇到了以前的老客人 帮她介绍生意 还有人教她做小黄瓜 卤白菜 这些各式小菜 增加贩卖品项 现在的人都不爱吃 饭都吃得少了 都要吃菜了 对吗 他们说好啊 不加一个菜 不以前 两个月而已 都没有 那些白菜 都没有 都没有 白菜 就这样 自己开店13年 生意慢慢稳定 也甩开石魂低潮 两个人 虽然是好人 但不了好夫妻 所以 她走她的 你走你的 你自己过好就好 你为什么一定要 那些人要挤上 那些人要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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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拒练 就要拒练你 对吧 所以你自己要有自信 你要走出来 你要坚持 学会把自己过好的她 还有更大的收获 我跟你讲 老天店都对我很好 我离婚以后 我妈妈一个人住 然后她开始在私自 探一个老母 我总是把老母 带来带东西 然后我妈妈住在我隔壁的老年院 然后我一天去陪她三次 搞不好老婆 两年一年前过世 所以我妈妈 还好我骨藏了三十年 我没有回去看她 然后没有去陪她 然后老天给我这个机会 这几年陈彩凤学着运动 癌症没有再复发 还有能力做公益 免费赞助米糕 给社福团体意卖 现在的她对生活的一切 都抱着积极态度 也才能够走过人生谷底 成长重生 我一路走来 我身体很严重 我不是伤害 我不是很好 我做生意 也不是很好你知道吗 就说我能很平坏 我很健康 我很平安 所以年轻就是这样子 能帮助人家 我们很快乐 这是懂得为自己而活之后 真正的幸福美满 好 好